公投要不要綁大選,為什麼需要用公投來決定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到 公投綁大選的公投,到底在投什麼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來到 2021 公投指南系列 今天是我們公投指南的第一集 在這個系列裡面,我們會從公投主文、提案原因 還有正反方的意見,以及通過與不通過的影響 等方面來討論這次的四個公投 那今天的主題是第十九案的公投綁大選 老實說,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公民投票的制度 要不要修改,真的是一個滿特別的經驗 但也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議題特別適合放在這次系列的第一集 因為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除了可以了解這個公投案的真意點在哪裡之外 也可以讓大家對於公投這個制度有更多的了解 只不過,在進入今天的公投案之前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最近志祺志祺團隊,在招募厲害的新夥伴囉! 我們想要徵求全職的影片內容企劃 和定期合作的特約作者 如果你是想應徵全職的影片內容企劃 你會加入我們團隊,跟我們一起追時事 聊議題、寫腳本、發想節目企劃 迎接各種經營頻道,會遇到挑戰 如果你應徵的是特約作者 你將會成為定期提供我們稿件的合作夥伴 並透過遠端協作方式 跟團隊一起撰寫志祺七七的腳本 不管你有什麼樣的知識領域專長 只要你上場寫作、很會收集資料 邏輯清晰、具備獨到的觀點 而且樂於溝通,能把複雜的東西簡單說清楚 那你就是我們希望能邀請到的人才! 那當然,如果你已經有文字、影音、創作 或是節目頻道經營的相關經驗 那就更棒囉! 如果你認同志祺七七頻道的理念 也想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就趕快上我們的官網去看看職缺內容吧! 今天要討論的公投,是由國民黨的羅志強 所發起的第十九案公投,公投綁大選 那它的公投主文是長這個樣子 主要就是在說,如果有公投案 在成立之後的一到六個月內 會遇到全國性選舉的話 那這個公投案,就應該要跟選舉同一天投票 那這個提案,主要想要改變的地方有兩個 一個是投票的日期,另外一個是成案到投票的時間差 以投票日期來講好了,這次的公投案 就是希望如果有遇到大選的話 公投就應該跟大選綁在一起 而不是像這次一樣,公投會自己在公投日投票 那在成案投票時間差的部分,意思是指 這個確定公投案成立的日期 跟實際要出門投票的日期,兩者間隔的時間 目前規定,至少要有三個月,最多兩年 但這次提案,則是希望如果短期內有遇到大選 公投就應該要跟著投一投 那這個部分的改變,可能比較不好理解 但沒有關係,等一下討論完應該會比較清楚 而接著,就讓我們先來繼續看看 這個公投案的提案背景 這次公投綁大選的公投案 其實跟之前公投法經歷過的三次修法 有很密切的關聯性 我們可以先從2003年的第一次修法的時候看起 當時有關投票時間的規定 其實跟這次國民黨羅志強提出的公投主文很類似 但在那個時候,大家對於投票時間其實沒有什麼意見 大家比較在乎的是通過門檻的問題 當時的規定是,必須要有50%的投票率 以及超過50%的同一票,公投才會通過 門檻非常高 而在2017年以前,沒有任何一個公投案 有辦法突破50%的投票率門檻 而這樣的公投,就被改革派稱為 是難以實行的鳥籠公投 那也因為這樣,後來立法院才在2017年的時候 修法大幅的調降了公投提案與通過的門檻 從此之後,只要有25%的投票率 而且有效同一票、超過不同一票的話 公投就算通過了 那這樣的修法,也真的是讓下一年的公投提案大爆發 因為公投門檻大幅下降 因此2018年的時候,一口氣就出現了10個公投案 其中還有7個公投案通過 但當年的投票,大家一方面要投縣市長 議員一方面要投公投 有的門檻是20歲,有的門檻是18歲 不少投開票所的場面混亂 甚至還出現了有人在開票 有人還在投票的狀況 另外,也有出現很多選民 乾脆帶著小操進去投票的狀況 那在這次的投票亂象之後 民進黨迅速決定要再修公投法 只不過這次調整的目標 就不是通過門檻,而是投票時間了 他們決定把大選跟公投脫鉤 訂定公投應該是每兩年舉行一次 還把公投日固定在8月的第四個星期六 但這樣的修法結果卻讓國民黨不滿 他們認為民進黨會這樣修法 只是因為輸的擔心,開始害怕起公投的力量了 所以才會用公投跟大選脫鉤的方式 想要降低公投的投票率 因此在公投法成功修法之後 國民黨的羅志強就趕緊提出了公投榜大選的公投案 想要用公投的力量,把公投的投票時間調回來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 支持公投榜大選的論點有哪些吧! 在支持公投榜大選的聲音裡面 有兩個主要的論點方向 一個是重視促進良好的公民參與 另一個則是關注行政成本的問題 首先,讓我們先來看看促進良好公民參與的部分 支持方提到說,像是現在另外訂定公投日的話 會比較難激起民眾的投票興趣 公投結果的代表性也會因此消失 但如果讓公投跟大選榜在一起的話 大家只要回家一次,就能對很多事情表態 這樣也會增加民眾投票的意願 而且在人民直接投票做決定的公投裡面 投票意願又特別重要 因此支持方認為,投票時間應該以能增加投票意願為主 另外,支持方也有提到 讓公投和大選榜在一起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附加價值 那就是能夠促使參選人明確地對議題表態 而這樣的表態也能夠幫助民眾 選擇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候選人 因此支持方認為,公投與大選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存在 支持公投榜大選的第二種論點 則是比較重視行政成本的問題 根據中選會的估算 全國性公投如果單獨舉辦 大概需要花費8億5700萬元 但如果可以跟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合併舉辦的話 就只要另外增加1億4500萬元就好 因此公投如果可以榜大選 就能夠有效地降低行政成本 因此支持者認為 無論是在時間、人力或費用的成本上 公投榜大選都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看完了支持者的說法之後 就讓我們來看看反對者的論點吧! 在反對方的聲音當中 一樣有兩個論點方向 其中一種也是希望能夠促進良好的公民參與 但另外一種則是比較關注執行層面的問題 首先一樣讓我們先來看看促進良好公民參與的部分 反對方這邊認為 如果公投與大選同時舉行的話 很容易會讓公投淪為政黨之間較勁的工具 大家反而沒有辦法好好的就事論事 因此他們認為 應該要將討論市的公投與選人的選舉分開來舉辦 才能夠讓公投的議題好好被看見跟討論 同時他們也指出 像現在因為沒有選舉的壓力 各地的縣市長對公投做出了表態 很可能就會跟黨中央的意見不一樣 而他們認為這樣是比較健康的狀況 再來反對方也指出 現在公投主文會讓成案到投票的時間過短 如果成案一個月就要投票的話 不只民眾很難清楚了解公投案的內容 社會也無法進行充分的討論 因此他們認為 目前公投主文所提到的 離大選一個月到六個月內 就得要跟大選綁在一起的原則是不恰當的 而反對方的第二個論點 則是比較關注執行層面的問題 他們指出,2018年實施公投綁大選之後 大家才發現公投綁大選在執行上面 可能是有困難的 因為要投的東西太多了 會讓投票程序冗長又混亂 而且當年,有的投票所已經開始開票 有的投票所卻還在投票的狀況 很有可能會影響到選舉公正性的情形 其實是一個滿嚴重的問題 因此反對方認為 如果想要徹底避免類似的狀況 就應該要讓公投跟大選脫鉤 讓選物單純一點,才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在看完支持跟反對公投綁大選兩邊的意見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正反兩方都聲稱 希望能夠促進良好的公民參與 但他們覺得最重要的點卻不太一樣 支持的這邊,重視的可能是要盡可能提高人民投票的意願 而反對這邊,可能比較重視的 則是應該要給予人民充分理解議題的環境與時間 另外,在行政成本跟執行可行性的討論中 支持與反對方則是各有優勢 那在看完雙方論點的意同之後 我們就要來看看,這個公投過與不夠 對未來的影響是什麼了 首先,如果這次的公投案通過的話 那代表人民認同,現在的公投法 應該要往公投主文建議的方向去修正 因此行政院應該要在公投後的三個月內 研議相關的法律提案,並送往立法院審議 而立法院也要在下一個會期休會前完成審議的程序 而且立法委員也只能以這次主張的立法原則 去修正公投法,但如果這次公投沒有通過的話 投票的時間,就會以現行公投法的規定來執行 也就是說,如果有公投承案的話 未來就會是每兩年一次 在8月的第四個星期六公投 那如果提案人還是很想要針對這次的問題 再一次提案公投的話 也要兩年以後才能再提一次 在進入觀點以前 我們要先特別感謝志祺七七所有的會員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與贊助,我們才能持續地製作這些重要的題目 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 那回到這次的公投案 在今年這四案的公投討論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藍綠兩大黨對抗的味道還是非常濃厚 有一邊說要四個同意,另一邊說要四個不同意 有人認為,從公投提案、連署拉票到投票的過程 基本上就是一系列有政黨在後撐腰的政治動員 也有不少人批評政治動員很糟糕 這就是一群民眾完全被意識形態給綁架 沒有自己的意志,也沒有自己的判斷力 那我們自己是覺得 其實不管是哪一種形式的投票 包含罷免、公投在內 動員一直都是民主制度當中很難完全排除的部分 但它也不完全只有壞處 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也確實能讓某些議題被看到 我們認為,知道自己會政治動員,其實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對這些事情有感,甚至覺得它不好 那你就是有機會提醒自己,就算被動員了 我們還是可以想辦法回到自己身上 去做出自己覺得最好的選擇 例如以這次的公投榜大選這案來說好了 我們或許可以問問自己 你覺得理想的公民參與 是方便讓大家都出來投票比較重要 還是有更多的時間討論比較重要? 每次投票都要回家 真的會影響你行使公民權利的意願嗎? 或是議題討論一個月或三個月 又真的會影響你對議題的看法嗎? 透過這類的問題 或許我們就能慢慢的釐清自己心中的聲音 讓我們找出覺得重要的原則或是價值 並以此做出最後的抉擇 好的,那今天的2021公投指南就要先結束了 星期五我們會推出第二集 也就是第20案的三界與藻礁 大家記得來看看喔! 最後,也想問大家 對於公投榜大選這題,你會投同意還是不同意呢? A.同意我的理由是? B.不同意我的理由是? C.我不會去投票 D.其他請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公投榜大選在投什麼!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公投科普以及這次的公投指南系列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